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据徐凯透露,她是第一次和女伴入住酒店,亲眼目睹粉丝道歉鞠躬。 近日,国内当红男星徐凯被曝与女演员赵晴练情后,罕见现身机场。 徐凯上车前公开向粉丝低头,被狗子解读位,他在内心忏悔。 此次现身机场的徐凯,被拍到头戴于肤帽,身穿连帽外套,缓步走出机场接机口。 面对一大批等候的粉丝,徐凯竟然低下了头。 现场球迷频频呐喊助威,他上车后拉下车窗,向接他的球迷挥手回礼。 这正常的互动,却被曝出狗子对解读的态度很好,心里在忏悔。 有网友觉得,现在的徐凯心里是对不起粉丝的,鞠躬道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。 这也是他在丑闻曝光后首次出现在镜头前。 从街机现场的气氛来看,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对他本人和他的粉丝造成太大的影响。 此前,有狗子爆料徐凯在高铁站外被拍到与长发女子拥抱。 他也牵着女人的手,一起回酒店过夜。 第二天,两人甜蜜牵手,再次前往高铁站。 传闻女子的身份是同公司的女演员赵晴。 事情发生后,徐凯被推上了网络热搜,爱情话题也在网络上被热议,引发热议。 不过,该女子并没有发文承认视频中的女子就是他自己。 事发后,双方均未公开回应此事。 现在两个人的一举一动,依旧是茶余饭后的话题。 新恋情被狗子拍到,对象可能是女演员赵晴。 老板于正更是回应一线演员也是人,被网友视为默认关系。 自从徐凯被拍到与女演员赵晴喝酒,她的一举一动都被狗子盯上了。 现年27岁的演员徐凯,因为在演戏攻略中饰演复查复衡,深情的形象和帅气的外表,让她瞬间走红。 近日,她与一线女星杨幂合作,主演电视剧《爱情》第28条法则,让她圈粉不少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